能够如此 凶手必是马府之内 经手药膳之人 摘星恳请陛下 爹 调查事发当晚 药膳防所有下人之行迹 还有 夏侯都尉生前见过的人 符合条件者 不出识人 逐一清查 必能查获 陛下且慢 站住 退后 马英之女马摘星 叩见陛下 摘星 不得无礼 赶紧退下 爹 女儿有要事 向陛下禀奏 退下 启禀陛下 此案有冤 郎三乃无辜之身 凶手 另有其人 摘星 圣上面前 不得妄言哪 马英 这样听你说 你若有证据 朕必定 勿往无踪 绝不让真雄 逍遥法外 但你若只是儿戏 朕要重重地罚你 摘星明白 起来说心中 谢陛下 摘星 快起来 陛下 下侯都尾 下侯都尾遇 遇刺之日 其晚善后 服用了梨虎与参汤 这都是普通的药材 有什么异状吗 这便是凶手的高明之处 因两者本身并无毒性 可以使人免于怀疑 但是两者合用之后 再加之掌握药理之法 都尾便将因此气血逆回 无法施力 望向总管 在 和府上下 以最精通药理 刚才郡主所言 是否属实 是 若下侯都尾真是被毒死 其尸身必然会留下中毒之际 凶手为了避免如此 于是运用药理 使都尾之身 不会留下中毒之际 只是丧失反击能力 就在此时 原本 打不过都尾的凶手 便趁机将其勒毙 凶手也早已料到 都尾之死一经发现 马府与圣上 必会追查真凶 于是 真凶便想故弄玄虚 利用近期 奎州城狼怪传说 做出假狼爪之痕 引导众人 让人误会 此凶案乃狼怪所为 凶手一定没有想到 最后竟弄假成真 引来了狼仔 接着便是爹看到的一切 你言之凿凿 那么究竟 此案是何人所为 能够如此 凶手必是马府之内 经手药膳之人 马府用人不当 才会酿下如此祸事 摘星恳请陛下 爹 调查事发当晚 要善访所有下人之行迹 还有 夏侯都尉生前见过的人 符合条件者 不出识人 逐一清查 必能查获 陛下 臣以为 小女所言 有些道理 臣马上派人 彻底查清 买人哪 不用妈妈了 差一点就骗过了你们所有人 没想到 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女孩的手上 汪总管 怎么会是你呀 就是我 马上 跪下 跪下 整个马府 还有谁 比我更精通药力 更能掌握膳师 王生 你 你怎么能如此狠心陷害皇亲国戚 陷往马府上下与鬼 夏侯义这狗贼 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我只恨杀他太晚 你跟夏侯义 有仇 当年前朝末路 说好了 只要李氏一族 善让于你 你便不杀李氏一族 没想到这夏侯狗贼 擅自揣测你的心意 将李氏一族 全部又于皇宫之内 之后杀了所有皇族 这狗贼不死 那才是老天不长眼 我的计划便是 先杀了这狗贼 再也把马府所有人 都一起遭殃 陛下 微臣不查 收留了前朝叛党余孽 请陛下降罪 那样 你的不查 差点给自己惹祸上身 夏侯义一案 虽以水落石出 但是你 难辞其咎 朕要你终身 戴罪立功 至于这个人嘛 你知道 该如何处置 臣明白 臣马上恭送陛下 回行宫 不用了 好好清理你的门户吧 马英 臣在 你这女儿不错 不但是清出于兰 更胜于兰哪 恭送陛下 陛下回宫 恭送陛下 朕姓 是爹错了 咱们误会了狼仔 快 快去招念兄长 让他们停止抓捕 是 可是 恐怕 狼仔早已离开了狼寿山 万一狼仔没有离开呢 爹怕他们失手 会伤了他呀 快去 快去救狼仔 快去 嗯 他的头类 在这寂寞的范围 但我让我总是无间不退 我早就习惯独自站着山地眺望 不需要绅士 好大路在白天走口太阳 夜里靠过目光照亮 除了盲目的孤独感 会让我疏忆感 我还没碰到身边气感 让我觉得真的难 那是死的快乐 让我温度没体会 鑫儿 我的离别再是黑白灰 你拿走我的离开 我都不愿意 你让我知道我是谁 我再是黑白灰 我知道我是谁 你为我眼里 你为我看了 我真的不愿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